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這一節我們要談的是希望值 期望值 就會稍微好一點 因為會酸一些東西 首先我們先定一個函數 一個特殊的函數 這個函數 在這一年會從頭到尾一直出現 IA A是個集合 我們把這個函數定成 它只有兩個值 不是0就是1 如果Om落在A的時候 我們把它定成1 Om落在A的時候 我們把它定成0 這個函數我們稱為 indicator function A的indicator function 它用圖形來看可能會稍微好一點 現在隨便 找一個比較簡單的圖形來看 例如說A可能就 它是一堆interval 然後幾點 紅色這部分是A R上的一堆集合A 可以嗎 紅色這部分 你就自己隨便畫也可以 那IA是什麼 就是 在這些集合A 這個函數值就是1 不在集合A上面呢 這個函數值就是0 這個就是所謂的I 在這個集合A上面 它的值是1 不在這個集合A上面的值就是0 它是個函數 可以嗎 這應該算是很簡單的函數 例如說 I01是什麼 I01就是說它如果 這邊是01 好不好 在01的值呢 它上面的值是1 不在01的值呢 上面的值是0 好 可以嗎 這一節談的是期望值 期望值是它是某種積分 所以我們現在要定的 是它是某種積分 那不一樣的是 這個積分上面是有側度 是用側度來做的 所以跟你某積分的時候 學的那個積分有點不太一樣 IA呢是不是倫敦沒有沒有 一定是倫敦沒有沒有 還沒寫完 不一定 不過它有個條件 弱且為弱的條件 IA是倫敦沒有沒有的話 弱且為弱 這個A 要弱在F裡面 好 這是很簡單的結果 你看A是不是弱在F裡面 就可以知道了 它是不是倫敦沒有沒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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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現在令呢 Ai是落在F裡面 好 好 然後定義一個random variable x 是長這個樣子的 i從1到n 1到無窮大 bi iai b是任何的時數 那這個東西一般來講我們把它叫做一個simple random variable 這是什麼? 例如說 AI是一個區間的話 那就表示每一個AI上的值 A1這個區間上值是b1 A2這個區間上值是b2 A3區間上值是b3 可是注意一下 我們這邊沒有假設AI必需disjoint 所以它可以 中間有交集沒有問題 不過你先把它想成沒有交集的就好 你目前先把它想成沒有交集的 對目前來講比較簡單一點 那就是說 這樣看好了 好不好 A1 A2 A3 那這X的定法就是說 它假設這邊是b1 b2 b3 好了 那就是A1的上面的值是b1 A2的值上是b2 A3的值上面是b3 那其他都是0 這個是x 這個是x 這幅畫看起來有點複雜 是它講的東西是這樣沒有很困難 我們真正要定義這樣不是這個 我們要定義這個東西的期望值 我們定義x的期望值呢 是用底下這個方法來定的 你們可以先想一下期望值的想法是什麼 你在大學部的時候學過幾乎論的話 期望值的想法是什麼 這個規格是x的平均高度 對 對不對 那這個東西的平均高度怎麼算 像刚刚这个 它的平均高度怎么算 你怎么算这个东西平均高度 绝对不是加起来除以3 你可以怎么想它的平均高度 它既然是几率的话 那底数应该是1 对不对 我们说过几率啊几率底 这个底是整个Omega Omega P of Omega是应该是1 那你要算高度的话怎么算 如果我们已经知道底是1的话 那这边有个函数在这里 那你怎么算它的平均高度 最简单的想法 算这块面积不就好了 对不对 把面积都算出来 那是不是就是这个面积 底是1嘛 那面积除上底 是不是就平均高度 那这块面积怎么算 你想一下它的高 是B1、B2、B3 那底呢 这个底是A1、A2、A3 可是底A1应该怎么做 变成取它的几率嘛 A1的几率乘上它的高 A2的几率乘上它的高 A3的几率乘上它的高 全部加起来 所以这个时候 X的期望值就把它定成 注意下我们期望值的写法 我们喜欢用 跟以前一样 E of x E x 这个样子 期望值就是把它定成 i从1到无穷大 Bi P of Ai 就是平均值嘛 平均高度 用这样来想 可能会稍微好一点 可以吗 就是这个是高 这个是底嘛 这个底的长度是P of A1 乘上它的高 那全部的面积都加起来 是不是就是平均值 实际上 除上它的底 它的全部面积 加起来除上它的底 问题它底是1嘛 所以 它的平均高度就是这么高 所以你看看 X这个东西 它的期望值是什么 它是不是就是 Bi乘上 这个东西 indicator function 底下这个东西的 几率值 所以这个东西不是很难算 那 下课了 下个礼拜再算个例子 有例子的话可能会好一点 然后我们再看看一些比较 一般的随机变数的期望值该怎么定 下课吧 OK 那我们上次呢 呃 定义了什么叫做 X的期望值 就是说如果 Ai呢 是对 而是落在F的话 我们有时候 Ai落在F 我们把它叫做 Ai是F measurable 有时候会这样讲 Ai落在F呢 有时候我们会讲说 这个Ai呢 是F measurable 好 这是惯用的一些词语 好 那X呢 是长成一个 Simple Run-Revelable 就是说它在Ai上是 每个值都是Bi 好 然后全部这样子加起来 好 X的期望值 我们就把它定成 X的 呃 这个东西呢 同样这个Bi 对应 然后这边呢 Ai取的是 Ai的几率 好 那上次我们也谈了说 为什么会这个样子 它事实上是由于平均高度 那个平均值的关系 好 好 所以我们可以把它定成这个样子 好 OK 那我们今天先看个例子 好 还有 上次我们谈了 这个Ai事实上不用disjoint也可以 好 它只要可以 可以定义的话 好 只要这加起来 这个值收链的话 这都没有问题 好 这个值跟这个值收链的话 它事实上不是disjoint也可以 好 那我们举个例子 就是说 Omega fp呢 我们说过 我们最常用的是01 D1 然后 the back measure 好 我们最常用的事实上是这个 好 我们这个来举例子 x x simetric i 从1到无穷大 2的i次方 0 2的负i次方 好 那 那 像你这个画个图 可能会稍微好一点点 好 那 x 例如说 它在 0 i从1开始嘛 所以是1分之1的时候 它的值是2分之1 好 然后在1分之1的时候呢 它又加了一点 它又加了1分之1上去 所以它会到 4分之3 好 像这个图 我们加个几个就知道了 好 从1分之1到1分之1的时候 它的值是4分之3 然后 8分之1到16分之1的时候呢 它的值是8分之7 因为它事实上有重叠 你可以发觉 它从0到2的i次方 它算都有重叠 0开始到2的多少次方都有重叠 好 所以它0到1分之1的时候 它只是2分 0到1分之1的时候 它只是2分之1嘛 那0到1分之1 它只是4分之1 整个又加上去了 对不对 所以x这个值是一个个叠上去的 好 好 那你如果要求这个东西 它是disjoint的话 它写法就会稍微有点复杂 你就必须要 例如说2的i次方到2的i-1次方 然后它值多少 然后这个要另外写 好 那可是 这是一种写法 看每个人 喜欢的写法不一样 好 那这一个 它的期望值多少 好 我们说过这个期望值 事实上就是 bi 的部分 表 保持不动 然后后面这部分呢 变成取它的测度 m 0 2的-i次方 3分之1 好 所以这个的积分值事实上是3分之1 好 如果这个期望值x 这个随机变数的期望值 事实上是3分之1 好 你事实上就想说 这个 这个论论 variable 在01这一段 好 它的平均值事实上是3分之1 或者是说 它这个面积 这个是个面积嘛 对不对 一堆面积加起来 好 这个面积加起来 是3分之1 好 这样想也可以 好 因为底是1嘛 OK 好 到这里没问题 好 这种情况事实上都是比较好做的 因为它x如果是像是 这样的simple random variable 就是它一段一段一段这样子的话 就每一段的面积都把它加起来就好 每个都是正三 都是 都是一个 呃 长方形嘛 好 那只是底呢 注意一下 底不再是我们一般想的那种长度 好 那我们这边刚好是m嘛 所以刚好是长度 那如果一般的底是这一段的几率 几率乘上它的高 好 那一段段加起来就可以了 好 好 那这个是最简单的情况 所以说如果x是长这个样子的话 好 那你可以想一下这个跟你们以前 在维基分的时候学的积分有什么不一样 维基分的积分也是学的 学的也是面积嘛 对不对 维基分学的积分是不是也是这一块的面积 那它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 第一个 它面积的话 它要求的话 一定是 呃 怎么讲 它底部要求是1 底的长度不要求是1 可是我们这边底长度要求是1 它虽然看起来可能不是1啊 因为它是用测度来看的 好 这边是用测度 基率测度来看的 好 它可能 AI可能感觉上 你说可能100到200 有可能 可是它事实上 它的测度可能事实上是小1的 好 所以这边是 呃 稍微 需要注意的一点 那可是现在的情况是 我们不可能只讨论这个而已嘛 好 我们就要考虑更 呃 更复杂一点的情况 那我们现在假设呢 x 是一个正的轮轮 variable 好 注意一下 它必须是正的 好 我们先考虑它是正的 好 不是正的情况 我们先不看 好 就是假一般的情况 x 假设x是正的轮轮 variable 好 那因为x是可设的嘛 或者说因为我们可以讲 x是轮轮 variable 轮轮 variable的定义是什么 是不是它把一个 borecic送回去 落在f里面 对不对 或者是说我们用上次讲的那个 x小1等于r 那个集合 就是落在f里面 对吧 那因为x是论论 variable 我们现在看这个集合 lambda mm 它是所有的omega 2的m四方分是n 2的m四方分是n加1 它是所有的omega 2的m四方分是n 跟2的m四方分是n加1之间 这些omega所形成的集合 为什么要考虑这个 我等一下再提 我现在先把这个 这个集合 跟你们谈一下 就是这个集合事实上 看f长这个样子好了 x x长这个样子 谈个比较简单的情况 好 然后mn呢 它事实上 m代表的是什么 它根据这个东西来分段 那每一段的 每一段的高度呢 是2的m四方分是1 像这一段一段这样分 根据它的值来分 注意哦 是根据值来分 x的值 0到2的m四方分之1 2的m四方分之1 2的m四方分之1 到2的m四方分之2 一段一段这样分 那2的m四方分是n 到2的m四方分是n加1 事实上就是其中一段 x落在其中一段的 这些omega所形成的集合 好 那我们这样 如果你这样把它画起来的话呢 你是不是可以把它的分成好几段 对不对 根据这些情况 我们是不是可以 例如说这一块 这一块的这一对omega 是不是 这一段呢 这一块呢 是不是落在lambda m0上面 对不对 n从2的m四方分之0 到2的m四方分之1 lambda m0嘛 那这一块是不是 这一块呢 是不是lambda m0 对吧 那 这一块呢 蓝色的这一块 这两个是不是lambda m1 图画的有点小 图画的有点小 要不要画大一点 我画大一点好 二的m四方分之1 二的m四方分之1 二的m四方分之2 二的m四方分之2 好 然后 你可以看一下 x呢 如果落在 0跟2的m四方分之1的话 那些omega所形成的 集合 事实上就是这一块嘛 这一块是lambda m0 好 然后 它介于2的m四方分之1 到2的m四方分之2呢 好就这两块 这两块就是lambda m1 好 然后再来是lambda m3 我是用黄色的 好 这一块 好 lambda m3 好 这两块 好 那lambda m4 lambda m5 你都可以定出来 对不对 好 lambda mn的定法是这样子 好 lambda m是这样定的 它就是 把 它的值域 切割成 每一个长度是2的m四方分之1的 好 那看那些x呢 是落在 那些omega 10 x of omega 是落在那一块的 全部的omega所形成的集合 好 然后 现在 我们要定 xm 好 xm是一个新的lambda m4 n lambda mn 那些值呢 事实上是 事实上是 怕你们搞混 就是 它本来在lambda m0的时候呢 这一块xm的时候 就是把 那在lambda m0的这一块的值呢 定成0 它定成什么 比它小的那个地方 那个下界 它整个是落在这里面嘛 它这一块就落在它的底下这个下界 好 所以 我现在用 我用黄色的好了 抱歉 你可能 会有点不是很清楚 没有别的颜色可以用 还是用白的 反正白的 好 就定成这一块 好 xm 那这一块定成什么 它本来在这一块呢 就定成底下的这个这个值 定成底下这一块的值 好 好 那这一块定成在这里 可以吗 好 那当然还有别的 好 这一块在这里 好 为什么要定成这样子 一方面 第一个原因是 这个东西 它是不是变成一个simple random variable simple random variable的期望值 我们会定 我们已经定出来了 你这样定出来这个simple random variable 这个东西的期望值 我们会算 对不对 随便给你一个m 你都会算 再来 你想想看 如果m变成m加1的话 会怎么样 拆成每一段长度是2的m四方分之一 如果我们现在拆成每一段长度是2的m加1四方分之一呢 是不是每一个再对切一半 越画越花 那一样的做法是不是可以再做一次 好 那你记得我们刚刚画出来是白色的这个 好 那我现在用黄色的来画 好 原来在这一块的 你想想看 你看 有没有东西会介于2的m加1分之1到0之间 2的m加1分之1到0之间有没有值 vr的x 事实上是没有值的 对不对 那介于2的m加1分之1到2的m加1分之2 就是这一块 所以 先写一下 本来这个是x的m 好 那你看一下 它如果现在变成xm加1的时候 这一块就跑到这里了 它只是这个 黄色白色好像看起来差不多 我用红的好了 这一块是不是应该是这个 对不对 那在这一块的时候 它变成 它是有这个 好 那其他会跑到上面来 对不对 可以吗 它本来落在 它 你想想看 像 红色蓝色这个分割都要算进去 它在这一块的话 都会落在底下的这一部分 对不对 它在这一块都落 它的值都定在底下的这一个 这一块呢 只都定在底下的这一部分 黄色白色好像看得不是很清楚 好 这边事上也是一样的 我想就 不要画那么多了 那这个是xm加1 好 那你比较一下xm跟xm加1 你可以知道什么 xm加1是一定比xm来的大 对不对 因为它切得越细 它如果底下这一块的值就越高 所以xm加1跟xm来比xm加1的值上是越来越大的 xm加1的值一定会大于xm 那是不是xm加2 xm加3 xm加4 那是不是每个值会越来越大 所以我们是不是可以定义出一个xm加1 我们事实上就可以得到 对于所的ωm加来讲 xm加1的值是越来越大 所以给你一个固定的ωm加来讲 xm加1的值是越来越大 固定的ωm加 那你是不是可以把这个东西当做 我們就有一個數列來看 am嘛 對不對 xm of omega 是個數啊 給你一個m 是不是就有一個xm of omega 那這個值越來越大 那這個極速就會越來越大 那我們說過地震數列 是不是一定會有一個極限 它可能跑無窮 大概無所謂 可是假如是地震的話 它一定會有一個limit嘛 對吧 這我已經學過了 太遙遠了 考完試就忘了 任何的地震數列一定會有個極限 假如我們把無窮 大概當一個極限的話 任何正的地震數列 它一定會有個極限 它一定會收斂到某一個數 所以這個東西一定收斂嘛 那收斂的那個數呢 事實上就是x of omega 你事實上看這個圖 你事實上也可以看得出來 它事實上切得越來越細 它是不是一直在 我們說這一塊是不是一直是底下這個 你切得越來越細 是越接近這個白色的部分 它越來的函數 你切得越細 它就越接近這個函數 所以當你切得非常非常細的時候 它事實上幾乎就跟這個函數一模一樣 所以x of omega 事實上 它事實上就是xm of omega 它的極限 這個非常重要 就是我們事實上 利用xm這個函數 事實上我們可以去逼近x這個函數 這個隨機變數 然後我們就可以利用xm這個隨機變數的 期望值來定義x的期望值 所以底下呢 我們會這樣定 如果xm它的期望值呢 已經是無窮大了 對某一個m來講 如果xm的期望值已經是無窮大了 好 注意一下 xm的這個東西的期望值 數據也越來越大 因為xm加1 我們說xm加1會比xm來的大 那xm的期望值 已經在某一個期望值 已經等於無窮大了 那xm加1的期望值呢 是不是還是無窮大 所以這個時候 我們就會把x的期望值定成無窮大 好 注意一下 這個期望值我們之前已經定過了 因為它是simple random variable 對吧 它是類似接低殘數那個樣子 這個東西我們在之前已經定過 這個東西怎麼算啊 所以這個東西我們可以算啊 如果對於某一個m這個東西 已經等於無窮大的話 那這個東西我們就直接把它定成無窮大 如果xm這個東西的期望值呢 都不等於無窮大 它每個都小無窮大的話 好 我們就定義呢 x的期望值就是xm的期望值的極限 好 我們就把它定成它的極限 好 這是定義 好 那它的極限呢 事實上如果我們把它比較 按照原來的定義把它寫下來 事實上是 summension n從0到5從大 2的m四方分之n 小於的x 小於2的m四方分之n加1 好 如果用原來的定義寫下來的話 事實上是這個 好 它看起來好像 非常的不好做 好 後來我們會談的這個東西 事實上跟之前我們學的 黎曼積分有點關係 好 你只要知道 知道x的PDF 或者是 知道x的CDF 你事實上這個積分都可以做 好 它實上可以 這個沒有問題 好 如果你知道x的 的密度函數 或是它分佈函數的話 這個積分還是可以 我們現在還沒談到這隻積分啊 這東西事實上是某種積分 好 那這個東西還是可以做的 因為你知道這個東西也是面積嘛 它事實上還是面積啊 對不對 它談的還是白色 這個部分它底下的 跟xo中間的面積嘛 它只是用的是 切割的方法不一樣 好 OK 那 這個事實上 這個東西是某一種積分 那這個積分 它的符號 我等一下會再提 好 這種積分 我們把它叫做 the back積分 the back積分 它跟你們以前在大學部寫的 李曼積分有點不一樣 它跟李曼積分最大的差別是在 定義 它做的方法不一樣 記得李曼積分怎麼做的嗎 我那邊都畫好了 是不是就 好 回想一下你們以前學的李曼積分 雖然對有些人來講 四五年了 可是應該沒那麼容易忘記吧 李曼積分以前怎麼做的 你現在怎麼做的 是不是X頭這邊都說分割 例如說等分乘N等分 不太像等分 對吧 然後你可能在中間取任何一點 或取上階取下階都可以 對吧 我們以前去取中間取任何一點 當然有些書也是說取下階 有些書寫取上階 這樣都是一樣的 然後讓N去進無窮大 對不對 這是李曼積分 好 那the back積分 是這個定法 最大不一樣是什麼 李曼積分 切的是定義域 它從定義域開始切 the back積分呢 它切的是直域 它從直域這樣切 那它切出來呢 就會變得 比較零零碎碎的 你如果函數比較差的話 它切出來會比較零碎 對不對 可是無所謂 你只要這個側度可以定義 它都可以定 那我們不能說到底哪一個 因為它這兩種定法各有優缺點 好 那可是 在 機率論高等機率論 或是財務數學裡面 在高等高階的數學裡面 更常用的是the back積分 好 因為它一些平常你們想不到的函數 它都可以積分 例如說 講個最簡單的 f of x 它只有兩個值 0跟1 如果x 是有理數的時候定成0 無理數的時候定成1 那這個東西在以前的 黎曼基本是沒辦法積的 對不對 為什麼沒辦法積 因為你取下界的話它都是0 取上界它都是1 你這邊無論怎麼簽 你取下界都是0 取上界都是1 下界加起來一定是0 上界加起來一定是1 兩個不會確定到同一個數 所以 在0外積分的時候 這個函數是沒辦法積的 好 可是在the back積分 這個函數是可以積的 那 這個函數的積法 事實上不困難 因為它就是把它切割嘛 就是 從二分之一把它切掉嘛 可以吧 事實上這個staff 這個東西是個simple random variable 對不對 它是個simple random variable 它只有兩個字啊 0跟1而已 它在無理數的時候只是1 有理數的時候只是0 我們當然先定在01裡面 好 那 它這個東西如果按照 好 剛剛這個定法呢 它是不是應該是summension 它是不是應該是0 乘上 它是有理數的時候 加上1乘上它是無理數的時候 好 我們現在限定在01裡面 對吧 那它積分值多少 是不是應該是無理數在01裡面 它的 側度值 無理數在01裡面的側度值多少 你先想想看 有理數在01裡面的側度值多少 單點的側度 單點的長度 是不是應該是0 那可數多個點的長度呢 是不是應該是0 因為加起來是0嘛 對不對 所以你有限 有理數在01裡面的長度是0 那無理數在01裡面的長度呢 數就是1 所以這個值 事實上就是1 所以我們就可以定義這個東西的積分 這個東西的積分 在the bag積分裡面 是可以定的 好 所以the bag積分的好處是 它這個東西 無論在怎麼零散 它實際上 它只要滿足某些固定性質 它都可以定 那林曼積分呢 這個東西它要斷的 它就是斷的點 只能是可數多個 它才可以定義林曼積分 你斷的太零碎 它是沒有辦法定的 林曼積分要可以計的話 那必須是 它可以有斷點 可是斷點的點 最多只能有可數多個 那我們在這裡呢 常常討論的事實上 就是說在這門課 我們常常討論 一律都是the bag積分 可是你不要擔心 這個東西the bag積分 那事實上跟林曼積分 跟以前學的林曼積分 非常的相近 在大部分的情況之下 就是說如果我們可以求出 X的CDF 或X的PDF的話 那事實上這個積分就很難 很容易求了 那我們等一下會 等一下會仔細再談這個 OK 好 好 可是現在的問題是 我們現在討論的 只有正函數 這函數是正的啊 對不對 這個函數是正的 X是正的 我們剛剛一開始就寫了 這個函數X 必須是正的倫敦 variable 如果它是正的倫敦 variable 我們才可以這樣切嘛 好 那一般的情況才怎麼定 啊 我知道問題了 等一下喔 剛剛忘了標25 那 沒關係我們這個就改25吧 剛剛那邊應該前面標個25的 無所謂啊 我們這個改25吧 25就好了 到時候你們在網上可以看到講義 那講義的話 那個還是25 這個還是26 X呢 是一般的倫敦 variable 好 就是說我們現在不分X正才負的 好 這邊重要的一個技巧是底下這個 X 我們把它採成兩部分 X正 還有X負 X呢 是X正跟X負 相撿 好 其中的X正呢 是X跟0裡面取比較大的那個 X負 是負X跟0裡面取比較大的那個 X 那如果你看這個數學符號看的不是很清楚 我們用個圖來看啦 X我們說是有正有負嘛 對不對 好 X正的定法 就是 在 正的部分呢 都仿照原來的X 好 負的部分 全部讓它變成0 這個叫X正 好 X負呢 是原來X正的部分都是0 X負的部分呢 把它倒過來 來 畫的不太像 這個叫X負 好 那為什麼要猜成這個 你可以想想看 猜成這個樣子有什麼好處 X正X負 是不是X正X負兩個都變正的 對不對 那兩個都變正的 我們前面已經講過 兩個都是正 正的論論 variable怎麼定義積分呢 怎麼定義期望值 那 如果X可以寫兩個都是正的話 那是不是這樣 你就可以定義這個 X正X負的期望值嘛 所以呢 除非 這兩個期望值 都是無窮大 除非這兩個期望值都是無窮大 好 否則呢 我們就定義 X的期望值 等於X正的期望值 扣掉X負的期望值 好 就定義這個樣子 那一般的論論 variable 不是可以定了嗎 好 那如果兩個都是正無窮大的怎麼辦 我們就知道它不可積 這東西是不可以積分的 很簡單 好 如果X正跟X負的期望值 兩個都是正無窮大的話 那我們就把X的期望值 定成X正的期望值 減掉X負的期望值 好 好 如果 X的 絕對值 它的期望值呢 好 X絕對值是什麼 好 是不是X正 加上X負 對不對 X的絕對值 X絕對值只是負的變正的啊 絕對值是不是負的變正的 整個倒過來 那X的絕對值 是不是X正的 絕對的期望值 加上X負的期望值 加上X負的期望值 X絕對值的期望值 是不是X 應該先這樣講 X是不是得X正加上X負 對不對 X是 白色已經看不太清楚了 好 X這裡嘛 那X的絕對值應該是 整個負的地方倒過來 所以X的絕對值應該是 紅的部分 再加上黃的部分 所以X的絕對值 實際上是X正 加上X負 也就是X的 絕對值的期望值呢 事實上是X正的期望值 加上X負的期望值 如果這個東西小而無窮大的話 好 等一下我們有定理講說 X實際上可以積的話 若且為若 X的絕對值是可以積的 好 這事實上是等價的 這個是 這個在禮拜積分是沒有的 這只有the back積分才有 X是可以積的 若且為若 X的絕對值是可以積的 禮拜積分的時候 只有一邊是對的 X的絕對值的期望值呢 如果X絕對值的期望值小而無窮大 那小無窮大 為什麼特別講這個 你想想看 小無窮大的數 表示這兩個都要小無窮大 對不對 兩個都大於0啊 X正的X負都是大於0的數 the random variable 那如果加起來小無窮大 同時表示 這兩個同時要小無窮大 如果X 這兩個都小無窮大 我們就說X呢 它有final expectation 它有有限的期望值 重要是底下的符號 你們就要熟悉這個符號 這個符號 對第一次看到的人 可能 不是那麼好理解 X的期望值 事實上是 等於 X D P Omega 7分 這個對第一次碰到的人 可能 不是那麼容易理解 如果我們已經修過十遍的話 你可能看到這個符號 就覺得很自然 等一下再解釋 為什麼會寫成這樣子 或者 你也可以寫成這樣子 D P Omega 或者 P Omega 這個符號是 最常常的事實上是這個 這個 為了 有時候讓你們方便起見 有時候特別要標出 Omega 稍微這樣寫 最常常的事實上是這個符號 就是 X的期望值 事實上是 你可以寫成某種積分形式的樣子 為什麼寫成這樣子 你們可以回想 這個東西事實上 跟 Rumas D9的積分有關係 Rumas D9的積分 你們應該是 有沒有學過了 Rumas D9的積分 我們在目錄 Pendex 5 會談到 很久很久以後會談到 好 那 她 她的想法事實上是 是這樣子 我先把這個式子留下 會用到這個式子 好 還記得以前的 談Rumas D9的積分的時候 不 裡面的積分的時候你們怎麼做的嗎 我們假設0到1好了 好不好 你們以前不是去Limit 然後 Summension F of Xi 然後 xi 加1 減掉xi 對不對 還記得以前這個吧 0慢積分的 0慢積分的 你們有時候不寫 xi 有時候你們寫 xi也可以嗎 左極限 右極 左邊的 右邊的都可以 i從1到n 然後n曲卷無從大 好 如果你們還記得以前的0慢積分的話 好 那這個是f 然後dx 對不對 dx代表的是 xi加1 減掉xi 對吧 好 那你看這邊 這個東西 我們是不是可以變成兩個東西相減 可以嗎 x介於2的m分之n到2的m分之n加1 你這個東西是不是可以拆成 x小於2的m分之n加1 減掉 x小於2的m四方分之n 這個樣子 可以嗎 是一樣的啊 可以吧 可以吧 本來是x介於2的m四方分之n加1 到2的m四方分之n之間嘛 那我們把 它事實上就是 它比較大的那個幾個 減掉比較小的那個幾個嘛 本來是2的m四方分之n 到2的m四方分之n加1 這一段的機率嘛 對不對 對不對 那我們現在做法要什麼 先算出這一塊的幾率 然後扣掉這一小塊的幾率 那是不是就原來這一塊的幾率 對吧 這是 測度 測度 幾率測度那時候應該會碰到的東西 可以嗎 那你這個東西是不是就有點類似仿造這樣來做啊 對不對 這個是x 那很大的時候 這是不是接近x 然後這邊 f 那dx 這兩個相減 然後dp 就變成這兩個相減嘛 有點借用這邊的符號 所以 它就是變成xdp 然後積分 然後它積分的範圍呢 這是在omega上面 因為對所有的omega嘛 對所有可能omega來積分 所以 就是借用這個符號 那 讓我們更常用上這個符號 ok ok 第三個 好 因為畢竟這門課 我們想要在短短的一兩個禮拜之內 把高等級論一個月之內 該教的東西教完 是 有點困難的啦 所以 我有一東西就把它省略了 那有時候不小心就省略到一些 你們可能認為 滿難的一些技巧 所以說如果你們有什麼問題的話 你就 隨時提出來或下課的時候過來問也可以 好 因為 有些技巧我可能就 我認為 可能 一開始可能認為它不會用到 所以我可能就把它省略了 好 那 那 底下呢 我們要介紹這個 好 這個符號可以稍微多一下推廣 你注意一下 現在是x在 x對 p的積分 在omega上面 對不對 在樣本空間上面 那可是你每次積分 不一定是對樣本空間上面的積分嘛 對不對 我們說這個是取平均值啊 可是你每次取平均值 沒有說一定要 或是面積啦 你這個是個面積嘛 x 它在omega上的面積 對不對 可是你以前 在我積分取的時候 你全面積不一定要是對 全部的 R上來取 來取積分嘛 你只可以取中間一小段就好 對吧 那如果你只想取中間一小段的積分的時候 該怎麼辦 A落在F 我們定義 如果我們現在面積只想取中間的一小段 我想說這個積分呢 只想用中間一小段 對某個A來積分的話 該怎麼辦 很簡單 我們知道是對omega了 對不對 那你現在A的話怎麼辦 你就讓 不是A的部分 全部讓它變成0就好 所以 事實上是x x乘上indicator function在A上面 那是不是 不是在A上面全部變成0了 對不對 我們本來求 我畫個圖好了 x的期望值 是不是本來求的是這一大塊的面積 對不對 那假設我們現在A在這裡 那如果我們只想知道這一塊的面積的時候怎麼辦 很簡單嘛 那我們是不是就讓這一塊是保持一樣的 然後這一塊讓它變成0 其他都變成0 那你是求出來的這個期望值就是變成這一塊的面積 對吧 所以這個東西我們就把它定成x的 積分 x呢 對於P的積分 然後在A上面 x呢 x對於P的積分 x在A上面對於P的積分 然後我們把說F呢 x是可欺的 x對於P呢 在A上面是可欺的 x對於P呢 好 如果呢 底上 在上面這個積分 存在而且是有限的 好 就是說這個積分如果存在而且有限的話 我們就說x x是可積分的 x呢 對於P來講在A上面是可欺的 x呢 好 那如果是對Omega 我們就單純說x對於P來講是可欺的 就算對於P來講是可欺的 那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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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就我們剛剛講的 你單單看那個符號 你就不知道這個東西該怎麼積分了 對不對 X然後後面有個dP 這東西實在是 一開始碰到這個 你實在是不知道這個東西到底該怎麼積 所以最簡單的辦法是說 如果我們知道X它的分布函數 或是它的密度函數的話 這個東西會比較好積 就是說如果X它有一個 分布函數呢 還記得什麼是分布函數吧 先問一下你們 有沒有人沒有學過機率論的 我學過了 還是應該問說有沒有人機率沒忘光的 分布函數 F 分布函數跟機率測度有關 這應該知道吧 我把它寫下來好了 分布函數的定法事實上是 F of x 事實上是 x 小於等於這個x它的機率 所以跟你的機率是有關的 好 就是說 x是個落在r的數 x屬於r 那分布函數的意思就是說 x小於等於x它的機率 分布函數 如果x它有一個分布函數的話 那麼 x的期望值呢 好 這個東西我們就可以把它寫成 積分 注意一下 現在積分的範圍從 負無窮大到 無窮大 x d f 這個東西有點類似RimersDigital的積分 RimersDigital的積分一樣 我們在Pandex裡面會談到 這種寫法有什麼好處 它至少積分範圍至少 看起來比較好一點 從負無窮大 x到無窮大 它至少積分範圍不是個Omega Omega可以是任何處 我們說Omega這個simple space 可以是水果 可以是 可以是顏色 對不對 Omega可以是任何東西 所以說你這個東西積分 你看起來 可能就不是那麼 對一開始接觸的人 可能這個東西 看起來不是那麼 那麼容易接受 可是 你至少看到負無窮大到無窮大 可能會好一點 雖然後面看到DF 不知道這是什麼 那可是這至少看起來比較像 你們以前學到的積分的樣子 有一點需要注意的是 這邊的這個x是大寫 它代表這個倫敦Value 這個隨機變數 這個x是大寫 P後面是機率 這邊的這個x是小寫 它代表是變數 所以你這邊寫成y也可以 你兩個都把它改成y也可以 一般來講我們寫x 因為這邊寫的是x 所以一般來講 我們會寫小寫的x 可是你這次需要注意的一點 這個是小寫 不是大寫 為什麼可以這個樣子 我稍微 稍微提一下好了 在我們剛剛這裡呢 把這個插掉好了 沒關係 我們剛剛已經看過這個 對不對 我們剛剛看過這個 然後我們說過這個東西 可以把它拆了兩部分嘛 Limit m去近無窮大 x小於2的m四方分之n加1 減掉 x小於2的n四方分之m 那你可以看一下 如果x是連續的話 可是x沒有單點機率是不等於0的話 這個東西值得啊 單點機率等於0 說x等於某一個數 它機率是大於0 那x沒有這樣的情況發生的話 這個值得啊 這個值得啊 沒有單點機率等於0的話 那是代表這個東西可以寫小於等於 都可以 對不對 那這個值得啊 如果它是小於等於的話 如果我們有這個條件的話 對每一點機率都等於0 但這個條件不用也可以啦 只是這邊我只是為了跟你 談一下說這個東西它是可以寫的旁邊那個樣子 會看起來比較好看 好 可是你想想看 如果它每點單點機率都等於0的話 我們是不是可以寫成 我再把它寫一次好了 寫小於等於嘛對不對 對不對 N加1 2等M四方分是N 對吧 如果它單點機率都等於0的話 那你再加一點進去也沒關係啊 小於到小於等於 是不是一樣 這個是什麼 它是不是F 咁? 2的M四方分是N加1 减掉f of 2 的 m 次方分子 那如果你们学过Rumus 第六积分的话 这个就刚好是Rumus 第六积分的定义 它刚好是积分从 抱歉我们这边只有 0 到无穷大 因为我们这边讨论 x 是大 0 对不对 这个式子我们当初给这个式子的时候 x 要大 0 对吧 x 大 0 我才有这个式子嘛 我们当初给这个式子的时候 x 大 0 所以现在积分了 x 它是要大 从 0 到无穷大 那对一般的话我们可以从负穷大到无穷大 我这边这个不是这个的证明啦 这个只是跟你讲说这个式子 你可以想它是怎么来的 它不是证明 那边不是这个东西的证明 只是跟你讲说这个式子 你大概可以想成它是这样来的 所以它可以写 x d f of x 那这整个做法 你事实上如果要用比较详细的方法的话 用高等级绿论方法来讲 它需要谈到整个几率空间一些变化 那会变得非常非常麻烦 所以你们这边只要大概记得 就是说这个 x 的期望值 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它就是这个样子 不是大概 如果你 x 有它的分布函数 是 f 大 f 的话 那它的积分大概就是这个 那当然这个东西 所以等到我们后面谈到 RMAS 19 的积分的时候 会更清楚 RMAS 19 的积分大概在 我们说过大概第五章 Appendix 的第五章 那可是这个呢 它还是有个缺点 抱歉 还没写完 如果 G 它是一个 柏瑞Major Function 在 R 上面 好 如果 G 是一个 Boreal Imagorable Function 在 R 上面 那我们说过 Boreal Imagorable Function 在 R 上面 你现在碰到的 大部分 绝大多数都是 或者应该说 如果不是数学系的学生的话 你们现在碰到的 全部在 R 上面的函数 都是 Boreal Imagorable Function 都是 Boreal Imagorable Function G 呢 如果是个 Boreal Imagorable Function 的话 那么 G 的期望值呢 我们就可以算了 那记得吧 那如果你写成这个样子呢 我们说过 如果 X 是 R 上面 Variable 的话 G 也会是个 R 上面 X 如果是随机变数 的话 G 也会是随机变数 那它随机变数 就可以看 它是不是 期望值就可以算了 对吧 那期望值 如果按照 之前的做法 是 G 的 X DP 对吧 那如果你写成这个样子呢 有没有办法做 做法是一样的 它就是 负无穷大 P 到无穷大 X G 的 D F 的 好 你就记得 这个大X 我们把它改成小X 就对了 P 的地方 改成 F 那你积分上下界 G 就可以从负无穷大到无穷大 那为什么有时候从 我们刚刚那边从零到无穷大 有时候负无穷大到无穷大 原因是因为跟你的 X 的值域有关 你的 X 如果值域在 R 上面的话 那就从负无穷大到无穷大 你的 X 如果值域是正的 如果 X 是正的 那就从零到无穷大就可以了 不过一般来讲 我们都直接写负无穷大到无穷大 OK 那可是写成这样子呢 虽然说看起来比较好看 可是我想对你们绝大多数来讲 这个东西用处还是不是那么大 就对你们算来讲 它用处还没有那么大 那对你们来讲 算最好用的事实上还是 PDF 什么是 PDF 密度函数吗 好 基地域密度函数 F 大 F 跟小 F 之间有什么关系 记得吗 大 F 跟小 F 之间有什么关系 应该记得吧 大 F 为分以后就变成小 F 那么这个的结果我想一个就很清楚了 我们说过大 F 为分以后就变小 F 那 DF 你就把它小成为分嘛 对不对 那所以这个积分值会变多少 对吧 X 积分呢 从负无穷大到无穷大 X F of X DX 这事实上就是你们 在大学部的时候 学的期望值 连续行随机变数期望值的写法 对不对 只是这边绕了一大圈 然后又回到这里来 那有人问说那干嘛 干嘛前面讲这么多 那可是还是有原因的 因为不是每个东西的PDF 每个论论 variable都有PDF 对不对 不是所有随机编书都有PDF 我们说过小 F 是大 F 为分来的 大 F 一定会存在 可是小 F 不一定会存在 它的一个论论 variable一定有distribution function 可是不一定有density function 因为density function 必须distribution function 可以为分离才会出现density function 所以事实上对你们来讲 比较有用的事实上是这个 真正有用的事实上是这个 那关于这个积分我们说过 我们到appendex第五章的时候会再谈 我们就先记得有这个东西就好 那你们的作业大部分出现情况都是有PDF的 那这个东西做法就变成完全一模一样 g of x f of x dx 好 然后你们高中 不是高中 你们大学学的另外一个是什么 distribution function density function 还有一个 应该还有一个吧 mass function mass function对付的是discrete的情况 那mass function的情况一般来讲是比较简单的啦 mass function的情况事实上就跟 我们之前谈的simple random variable是一样的 你事实上就把mass function想成simple random variable的样子就可以了 好 那它事实上就是变成n从1到5从大 xn pn p of xn 好 这样就可以了 其他做法完全一模一样 Quin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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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这点的几率是六分之一 四这点的几率是十二分之一 订阅 转发再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下定 X 这个样子 这个 X 当然是个论论 variable 因为 F 如果长这样的话 X 一定是论论 variable 对不对 我们说过如果 F 是所有的 subset 所形成的集合 那你定义在 Omega 上面的任何函数 都是论论 variable 那这个东西的期望值会多少 X 的期望值呢 这样就是 5 乘上 1 的几率嘛 对不对 你把它当成 simple random value 來看 5 乘上 1 的几率 加上 2 乘上 2 的几率 加上 負 4 乘上 3 跟 4 的几率 对不对 那就把它直带进去就好了 中间过程我不用写吧 中间过程我不要写啊 你可以自己算啊 x 平方呢 x 平方你就记得 本来 这边对应的地方说 5 2 乎4 的地方 全部换成平方就好了 好 因为这边每个都是dition 你可以这样做 如果它不是dition 你当然就不能这样做 x 平方 5 的平方 2 的平方 加上 负 4 的平方 好 就对应的 x 的地方 全部换成平方就对了 好 你这个几率值 对应的几率值 前面的那部分 全部换成平方 好 因为谈的是 x 的平方嘛 那如果你一开始不是很熟的话 最简单的 你就把 x 的平方算出来 x 平方可以算嘛 你就这个东西去平方 你应该可以算得出来 这个东西呢 二分之三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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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假设 x 防态分布 然后 min 是零 variant 是一 好 也就是说 x 的 pdf 呢 好 它的 probability density function呢 长这个样子 应该会写吧 Normal 0,1 它的 density 地方应长什么样子 如果你们都学过基率论的话 根号 2pi 分之三数 然后呢 然后呢 应该老师都叫你们背的 这个一定要背起来 这个一定要背起来 那 1 的 x 方多少 x 的期望值多少 这个东西上不用算了 可是如果要算的话呢 为什么说不用算 一开始叙述已经给你了 这个值多少 0嘛 0嘛 为什么 一开始跟你说 min 是 0 对不对 可是想说 如果你这个东西 如果用积分的形式写下来呢 是负无穷大到无穷大 什么 x 的 负二分之 x 平方 抱歉 抱歉 前面忘了写 根号 2pi 1 的 负二分之 x 平方 dx dx 好 这个当然是0嘛 它除了题目 这样跟你讲 还有什么办法可以看这个 应该还有个办法 很快 嗯 我是不是应该学过了 这番数怎么样 它是 g 函数 对不对 G 函数的 从 击分从负有穷大 击到无穷大 几函数击分一定是0 x3四方呢 说法都一模一样 这个值多少 还是0吧 它还是计算数 都是微积分的嘛 如果我们要求是 这个东西的期望值呢 1的x四方它的期望值 多少 1的x四方它事实上就变成 注意一下这个东西 我们要换成 不见了 换成PDF的时候怎么做 我们说过 你把这个东西改成小写就好了 它积分的地方 然后把它改成小写 然后后面摆PDF 这个应该会算嘛 应该会算嘛 你如果想高级点 用laplastron's phone也可以 或者说你直接用配方法 慢慢来 算了 我想说你们可能很多人 没有学过laplastron's phone 还是慢慢来 加x dx 对不对 然后底下 我们顺便用配分了 它数会变成 更好2π分之1 积分从负无穷大 积到负无穷大 1的负2分之1 x-1的平方 乘上1的2分之1次方 dx 对吧 那你用一下变速变化 这x-1的平方 会变成y平方嘛 对不对 所以这个值是1的2分之1次方 好 想这个学过 维基分应该是知道的 可以吗 好 然后呢 这一张 最后呢 我们看一些 这些积分的一些性质 我看一些性质 Rotate Integrability 这个性质我们事实上之前已经看到过了 这个性质我们之前看到过 我们就说过如果x是可以积分的话 若且为弱 x的绝对值也是可以积分的 所以x如果对p在a上是可以积分的话 若且为弱 它的绝对值在a上对p也是可以积分的 这原因是因为x的定义嘛 我们说过这个定义定义法是 这个积分的定义定义法造成说是x plus-s minus 它可以积分表示这两个都要小无穷大 这两个都小无穷大 那它加起来以后一定也小无穷大 所以这个是跟黎曼积分稍微有点不一样的地方 黎曼积分没有这样的性质 这个性质只有the big积分有 第二个线性 就是它积分事实上有所谓的线性的性质 ax加bydp 注意一下我这边都是用积分来做 因为我现在都是用a对a 如果写期望值的话就对omega那么太 我觉得可能情况不是那么好 通常用a来讲事实上会稍微清楚一点 它如果对omega积分就是期望值的 线性的性质就是说 你如果是ax加by这样子的话呢 它积分以后你事实上可以把它拆开来 变成个别的积分 变成个别的积分 一些微积分上一些性质的推广 它很多性质跟微积分上面几乎一模一样 那里面需要注意的是它比较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说第一个 那第二个是性质 微积分本来上面就有了 你两个函数加起来做积分 是不是个别积分相加 第三个性质 集合相加 如果an disjoint的话 an如果是disjoint的话 那么 x在an的连级上的积分呢 注意一下 我们这边写an就代表一定是countable 用n一定是countable多个 所以这个连级也是countable多个 的连级 可数多个的连级 an 这样an是countable 不是an里面各数是countable an是countable多个 那这个的积分是多少 就变成个别的积分相加 因为它是disjoint 就因为 类似你们微积分那个 从ag到b再从b积到c 会变成从ag到c一样 你两个没有交集的东西去积分 那事实上是个别的积分值相加 好 好 如果 如果 X 代理 我們要彈一個新的符號 P almost surely 這個我等一下會彈這個什麼意思 你就 你後面彈的看到有P almost surely 的東西 你就把它當作 它一定是這樣就對了 它一定是對的 如果x大了叠零 那 它积分以后呢 也会大了叠零 我现在谈一下 什么叫做某一个性质呢 P almost surely 我说P almost every way 写P almost every way也有 写P almost surely也有 上面这AE代表是 almost every way 下课了 我把这个讲完 底下是AS代表 Almost surely 它这个性质成立 几乎处处是对的 那代表的就是说 它不成立的地方 测度是0 也就是说 这个性质成立的话 它的测度是1 它的几率是1 也就是说 如果我们这边写的话 X大1.0 P almost everywhere的话 代表是说 X大1.0 除了某一个 测度是0的集合以外 测度是0的集合哪些 例如说 有限多个点 Countable多个点 测度也是0 所以说 它有可能这个X 它不是每个地方都大于等于0 可是它可能就是说 它小于0的地方 可能只有 有限多个点 那这个性质也会对 有限多个点 而且那些点测度是0 我们现在谈的情况 当然就是说 它那种单点测度都是0的情况 所以必须要分清楚 因为有些点 它单点测度是大于0的 你就不能这样写 也就是说 这个性质成立 它事实上测度是1 也就是说 X大来等于0的测度是1 如果我们只写P almost everywhere 那在A上面的话 就代表说 在A上面的 几乎每一点都是大点 OK OK 那今天上到这里好了 好 那我们上次呢 最后谈到 期望值的一些性质嘛 所以首先呢 我们看到的是说 如果X呢 在A上是可积分的话 那若且为若 它的绝对值在A上就可积分了 那再来它有线性的性质 就是AX加 BY的积分呢 事实上会变成 X的积分 X积分乘上A倍加上Y的积分乘上B倍 好 那再来 这 事实上这几个 好 就是说第二个 第三个 这都是我积分里面有的性质嘛 第四个也是 好 就是说 如果A是disjoint的话 那 一堆disjoint 所以X在一堆disjoint上的积分呢 事实上是个别的积分 然后全部加起来就对了 好 在一些 之间没有交集的一些集合上的积分 好 第四个 我想这是很直觉的结果嘛 如果X已经大了 X大了点0的话 那么 X呢 积分以后就一定大了点0 再来 它有所谓的Morotone的性质 好 就说如果X 介于 X1跟X2之间的话呢 好 一样都是P almost everywhere 在A上面 好 那么 就说如果X呢 介于两个Rondon variable之间 好 那X1X2 数可以是随机变数 也可以是定数 定数也可以 好 那如果X介于X1跟X2之间呢 那它的积分也会介于X1跟X2的积分之间 好 我想这些是 很直觉的结果 好 根部的积分几乎都是一模一样 根部的积分最大的差别是当时有第一个 好 好 帅下来 好 一个不等式 事实上这个不等式看起来 名字看起来很陌生 可是 事实上很简单的不等式 好 好 X的积分的绝对值 会小于等于 它的绝对值的积分 好 好 是一个很直觉的结果吧 这是维积分里面有的结果 好 所以 注意下 这个 我们有关于 the bag 积分 事实上你可以把想说这是the bag 积分的性质 the bag 积分这边这六个性质呢 除了第一个 事实上跟你们 在大一的维积分学的不太一样以外 其他几个事实上都是大一维积分里面很直觉的性质嘛 好 好 OK 那 可是事实上我们比较有兴趣的事实上是底下这几个 或者是说底下这几个是比较困难的 困难在什么地方 回想一下上礼拜五我们讲的 上礼拜五我们说过 我们需要 收敛 然后 我们上礼拜五谈到 point-wise converge 对不对 那我们说过我们需要uniform converge 我们后来又讲说我们到最后会定义所谓uniform converge 那为什么要定义uniform converge uniform converge有什么好处 主要原因是因为它积分跟极限可以对调 对不对 那 积分跟极限可以对调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现在给你一组xn 一堆的论论比较某 一个很简单的问题 n 区群无穷大 它是不是会等于这个 就是它的极限值呢 是不是会等于 xn的极限值的积分 会不会等于它积分以后的极限值 好 这是非常重要的 原因是因为有时候 我们需要知道是 它趋近于极限以后 这个东西的值是多少 可是我们认真能够算的是这个 它到底取 n 区群无穷大 出来以后这个值到底会不会等于它 我们知道 我们知道如果 xn 单单只是 point-wise converge的话 这是错的吧 对吧 我们 上礼拜五谈了 我们又举个例子 这两个极限 这两个指示上不一定会一样嘛 好 那它单单只是point-wise converge的话 这个答案是错的 那我们说过是uniform converge的话 这个答案是对的 可是我们也说uniform converge这个条件非常强 那有没有办法就是说 不要用到uniform converge这个条件 而是说这个xn 满足某一些性质的时候 它就会对 还不需要用到uniform converge 有没有办法 那这是底下这个定理要讲 它大概分成几种情况来看 那这个每个定理呢 事实上在识变里面 都算是一个 蛮重要的定理 好 那基本上几种检验法 第一个 所谓的dominant convergent theorem 还有 我们需要这个 事实上第一件事情需要什么 它需要它收链的point-wise 是它需要 它事实上还不需要point-wise 它某些 某些 测度是0的集合上面不收链也没关系 因为我们说过 这个东西积分在某些测度是0的 的集合上面 不用管它 所以 我们需要是这个东西几乎要处处 每一点都可以收敛 这是一定要有的性质 那 我们要加什么条件下去 就是说我们在这个point-wise converge的条件之下 再加什么条件下去 那会使得 这个两个极限会变成一样 除了uniform converge条件之外 有没有别的 那第一个所谓的dominant convergence given 就是说 如果呢 limit n 区域无穷大 xn 它区域x 在a上面 而且 重要是底下这个条件 xn 的绝对值会小于等于 某一个伦敦variable y 就是 P almost everywhere 然後呢 還沒完 只加個條件當然是不夠的 對不對,他再加一個條件 再加一個條件就是說 XN呢,事實上 XN的角度會小於等於某一個 水積變數Y 而且這個Y 是可以積分的 舉個例子來講Y是定數 就是說如果XN是Bounded XN在介於就是說 正負一之間 那這個就一定會對 就是說如果Y呢 它是可積分的話 那麼極限跟 積分就可以對調 XN 好,極限跟積分就可以對調 好,那 有時候我們會寫縮寫啦 也就是我們就不寫Dominate Convergence Even 有時候我們就直接寫 D,C,T Dominate Convergence Even 就是說,你事實上 看到這個定理名稱 你也大概知道啦 Dominate Convergence Even 就是說它事實上 被某個東西所Dominate住 它會小於等於某一個 Lundable Y 那這個Lundable Y是可以積分的 就是說我們不需要 Uniform Convergence這麼好的條件 我們只需要XN的絕對值 要小於等於某一個可以積分的Y就可以了 第二個 第二種情況 Dominate Convergence Even Monotone Convergence Even MCT 事實上你看了這個定理名稱 你大概就知道說它需要加什麼條件嗎 Dominate Convergence Even 就是說它需要加Dominate這個條件 就是XN被XN這組 隨機變數 或是說這組隨機過程 被某一個可積分的 隨機變數所Dominate處 Monotone的話 代表是說XN是Monotone 也就是說 如果XN不一樣的地方 要大一點零 這個定理只對XN大一點零是對的 事實上不一定要大一點零 它大一點零 某一個constant就好 某個定數就好 那這邊為了方便其間我們寫大一點零 XN它是遞增到X 如果XN大一點零 而且XN是遞增到X 或者說你說XN大一點零 某一個固定的數C 那麼 一樣 積分以後取極限 會等於 取極限以後的積分 好 這是非常非常常用的兩種 檢驗收斂的方法 檢驗積分以後收斂的方法 好 這兩個非常常用 所以 一定要知道說這兩個性質是什麼 好 然後你要記得說 這個東西一定要大一點零 XN要大一點零 好 或是大一點 constant就好 因為它如果 負的話 也是可以 可是它事實上不能負的太大 好 可是呢還是有些問題 因為我們說過 足點收斂這個條件 真的是太強 對不對 這個條件事實上是非常非常強的條件 我們實際上不一定能夠保證這個東西一定會成立 好 那如果你現在隨便給你XN 你該怎麼辦 隨便給你XN 或許你沒有辦法得到 這兩個剛好相等 可是我們是不是可以得到它的一些關係 好 如果XN大一點零 P almost surely 在A上 好 那麼我們有底下的結果 好 它一定要大一點零的 好 如果XN大一點零 那麼 我們雖然沒有這麼好的條件 可是我們有個不等式 好 我們說過極限不一定存在 可是 LimitInf跟LimitSoup一定會存在 好 XN的LimitInf呢 這積分 會小於等於 它的積分以後取LimitInf 好 LimitInf這個東西我們上禮拜有提過了 你就把它想成 想成某個Limit就好了 好 某一種定法的Limit 所以這下想法 好 我們上禮拜談的是數的嘛 你就把XN of Omega 這個東西當成一個數嘛 對不對 所以你就可以定義LimitInf LimitSoup 好 那 可是它的結果也沒有那麼好 可是你至少可以得到一個不等式 就是 你這個東西的積分值 它取極限 類似取極限以後的積分值 你可以想一下如果XN是收斂的話 那這個東西的極限是不是應該存在 它如果收斂的話 XN的積分值會小於等於 XN積分以後的極限 只能得到小於等於 那這張最後呢 我們要介紹一個不等式 Gensen's Equalty 好 那 這個不等式 事實上它的簡單的形式 以前在 國中高中事實上都 應該說高中 跟大學部的時候都已經學過了 它比較簡單的形式 事實上是 或者是說 它的 某一種形式我們在剛剛那個地理已經看到 好 這個平方就是 你就這樣講 它是 拔口向上的這種 叫complex function 例如X平方 5的X平方就是complex function 那如果5是個complex function X跟5的X呢 兩個都是可以積分的 那麼 Gensen's Equalty是說 事實上我們可以比較的是 沒有地方寫 沒有地方寫 我把他寫在上面 我們可以比較的是 他取 期望值以後 再取φ 跟取φ以後 再取期望值 哪一個會比較大 這個式子 不要刻意去背它 因為你常常 你常常不等式 方向會背錯 非常容易背錯的地方吧 你用例子去背 用哪一個例子 我們剛剛已經提過了 剛剛那個定理的最後一個 記得吧我們剛剛才寫而已 絕對值是個complex function 對不對 絕對值在外面 比絕對值在裡面來的小 哪一個比較大 哪一個比較小 是不是 右邊這個要比較大 用例子去背 你不要用 你不要死背這個式子 因為你這個 你這個式子如果死背的話 過個幾個月你可能就忘了 那如果你剛好要做這個東西 手邊有沒有書 或者說你手邊 你不知道去哪裡查這個 那你怎麼辦 用例子來想 好 你只要記得就是說 捐身 equality 事實上是對complex function來做 那complex function的話 它x跟5x兩個 只要可積分就好 那它就是說你一個 complex function跟期望值 可不可以互掉 互掉以後 哪邊比較大 哪邊比較小 那你就用這個例子 我想這個例子是個很簡單的例子吧 這個例子你如果用 積分的形式來寫的話 是不是應該是 x的期望值的絕對值 小於等於它的 絕對值的期望值 對吧 絕對值這個東西 絕對值函數這個東西 事實上是個complex function嘛 開口向上啊 也許跟你們 維基分學的complex function 有點不一樣 因為維基分要求要二次可為嘛 對不對 這個沒有二次可為啊 可是在廣義的 在數學上的定法 事實上這個是complex function 因為complex function的定法 事實上不是你們 維基分定的那個complex function的定法 好 那個東西我們在 appendex後面會提到 我特地找一張來專門講complex function 它事實上它的定法 不是用維分來定的 是說如果它可以維分的話 剛好有那個性質 而是維分大一點 好 可是一般的complex function 只要記得它開口向上 這樣就可以了 好 對每一點來講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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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嗯 嗯 可是你就是需要注意的是 我先把complex function的想法寫下來 這個東西我們到時候會再講一次 什麼是complex function complex function是說你任何一點的切線 隨便找一點它就有切線 對不對 切線的這個 整個圖形揮落在切線的上面 叫complex function 對每一點來說都對 那 反正如果你要真的搞不清楚的話 你就記得 我記得那個好了 二次維分大一點那個 那個 你再記得 絕對值函數是個complex function 你再多記這個 這樣就好 可以吧 好 那真正 因為這個要花 complex function這個東西如果真的要講 花一點時間來講 我想沒有那麼多時間 好 所以我們現在先大概提一下 那 真正要補充complex function的時候 我們在第一 應該appends的第五章 還是第六章會談到 好 那時候我們再仔細再談 好 那你先記得 反正就是二次微分大的0 再加上一個 絕對值函數 好 它雖然不可 0那一點不可以微分 可是它也是complex function 好 那你要背這個 這個jensen equality記得 你就用例子來背 你不要死背這個式子 好 死背這個式子 用處說真的 嗯 不是那麼大 一下就忘了 好 好 那當然這些limit sup limit inf也可以改成limit sup 那limit sup的話 方向就不太一樣了 好 那這個整個東西 我們到第二章 後來再提一次 好 因為第二章要談的是 條件期望值 好 條件期望值的話 它這些東西整個 又會再出現一次 好 所以在第二章的時候 我會用一個比較 精準的寫法 例如說我會把limit sup inf的case都給你 好 然後 這邊是递真嘛 递減的也有一個 好 那我們現在 先把第一章 大概把一些 簡單的性質 列下來 好 那到第二章我們做的東西 還要再提一次 好 OK 那所以呢 第一章就到這裡